交到什麼樣的朋友 吸引到什麼樣的人 跟行銷或推銷有什麼關係呢? 好,這個是今天影片的主題 我想要透過一個我在日常生活 所經歷過的一個事情 來討論一下,來拿來這個主題 跟你們討論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有一天我在公園裡面 我就是拍了一個影片 我坐在一個長燈上面 然後就是突然間有一個 大概是中年 大概是這個年紀了 有一位女性 她就是看著我 很好奇的看著我 然後她就走過來 她就是原本不太確定 我是不是會講中文 我就跟她用中文來回答 然後她就是很驚訝很好奇 所以就是這個 剛開始出了一種好奇心 也是非常常見的 然後她就 其實很快速的 她就開始講到她的工作 講到她的職業 然後講到她 想要有點像 行銷一件事情給我 那就是她就把 很快速的把她的這個名片 這樣子塞給我 很快速的 她就是馬上就是問我 我的LINE之類的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就很醜 我就說 沒有 不會是 我不會給你我的LINE 因為 我不會那麼快速的把我的 這個私訊的 這個私人的聯絡方式來 來給別人 然後她就 說是好可惜之類的 然後她就是忽然間 一步一步的來 跟我介紹她的公司 或她的不知道什麼協會嗎 她的一些工作 也就是說關於什麼 營養的法 飲食 飲食習慣 飲食的方式 或者什麼營養品 之類的 然後她就是把那個名片給我 然後馬上開始行銷推銷 然後我 我就是坐在公園這個場子上面 我覺得 為什麼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我根本就不認識 我為什麼要加你LINE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 要聽你講這些營養品啊 所以 我覺得這個真的讓我想到 因為其實這個主題我以前 很早以前就已經想到過 我跟就是也聽一些其他的podcast 吸收到一些資訊 然後我覺得 對 你看 你怎麼行銷跟推銷 你就是會吸引到 什麼樣的人 或者是反過來說 不吸引到什麼樣的人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這樣子被行銷東西的話 我會覺得說 我還沒有被種種 我會覺得說 你到底把我當作什麼 我方正也就是一個 可以走路的一個紙鈔 對不對 就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反過來 如果我在賣東西的話 我不想給人這樣的感覺 我不想 覺得 我覺得好像 趕快 結交 趕快 這個成交 趕快有一個 生意做出來了 趕快這個錢 就是在 在我手裡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 真的會感覺得出來 有些公司就是這樣子 有些人 有些個人公司 做生意的人 有些就不是這樣子 其實通常的話 行銷跟推銷跟廣告 做廣告 我們會想到什麼 我們就是會聯想到很大聲 很吵 然後就是一定要非常的 甚至於有點給人煩躁的感覺 因為一定要引起注意 就是不管不擇手段 引起注意就好了 同時間 同時間我很確定 對某一些人 對某一種個性的人 這種廣告方式是適合的 可是我很確定 我非常的清楚 對我來說 這個是非常不適合的一個行銷方式 那不管是面對面這樣子 或者是不管在電視上 在網絡上 都是這個是一種氛圍 這個是一種 背後的一種心態 我覺得 這個非常的反抗 這種心態非常的反抗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種 其實第一方面 你很不尊重自己的時候 你也非常不尊重你的客人 你其實都是在演戲就對了 這個是一個非常不誠實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 你根本就是沒有建立一個關係 你根本就是沒有跟你的顧客 建立任何的一個關係 你就是在 可能 就是在市場在喊 就差不多 然後覺得 如果沒有人過來 你覺得很失望 怎麼沒有人過來 我不是已經喊得很大聲嗎 那我覺得 尤其是 在剛建立一個公司 或是開始往這個方向走 想要建立一個公司 想要做生意 然後其實都這一塊 沒有那麼 想過那麼多 就會很容易就這樣子做 就是反正 越運氣足以就好了 就越好 說到交朋友 因為這個其實真的會 連線到你所有的人生的方面 如果你這樣做生意 如果你這樣做生意 就是有可能 你的交朋友的方式 或者是你怎麼樣跟別人相處 也可能是比較 反正很快速的就是看看怎麼樣對你有用 怎麼樣對你方便之類的 那其實不是以誠實為基礎 是以方便或以功能為基礎 我不想以功能為基礎 我覺得如果以誠實為基礎 你找到比較適合你的人 功能就來了 然後我覺得關於那個行銷推銷 說我很想破開這個惡性循環 我不想這樣子做廣告 或者是我不想這樣子建立一個顧客關係 或者是如果叫朋友的話 甚至於叫女朋友或男朋友 你到底想要怎麼樣做人 你想要吸引到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關鍵 你需要什麼樣的人 在你周遭你才感到舒服 跟你所以為的 或者是可能以前所以為的 你需要做什麼 你才感到舒服 或者是你才找到對的人 可能跟你真正的自己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只是一直被 被餵食這些 這些比較錯誤的對你來說不適合的想法 然後我也很清楚 廣告本來就是想要把一個產品 用一個比較好的方式來介紹給別人 因為你想要賣這個東西 可是廣告的方式 真的可以天差地別 可以差非常的多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在那邊 非常的草 然後你可以用完全別的方式 很低調 很誠實 會看起來比較專業 就是比較用一個別的心態 想要很願意給你的顧客 有一個真正的關係 而不只是在那邊 拋出一些東西 然後就是期望 錢趕快滾進來 我很討厭這樣子 我也不想要 我也不想要 有這樣的顧客 就是有這樣的觀念的顧客 我也不喜歡 我也不喜歡 這個 我覺得會從你的朋友圈 從你的伴侶 到你的生意 或到你的工作 其實 都會向我影響到 或者是這個 有一點避不開 會這樣說吧 其實久而久之 有一點避不開這件事情 那現在就非常歡迎你來 告訴我們大家 你想要對這個影片來說什麼 或者是想提供什麼樣的看法 想提供什麼樣的一些其他的見解 下個影片見 至今